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网友 这一集《华哥好谈》 我是请来地产投资界资深的投资者 他过去很多报章都会访问他 无论经济日报、星岛日报、地产版 那些记者没有人不认识他 他有个卓号叫做白旋风 应该大家会知道 他就是白旋风 陈清白 喂 陈英 你好 很久很久没有见你 你好似在地产界方面 很久很久了 为什么你不会在地产界方面 再像以前那样投资 或者在这方面再做一些工作呢 经历过2000年楼价大跌七成 信心就打击了 荷包也打击了 然后见到那些一手楼开价 日价都很高 还有我们触角很高 直觉知道没有位置去的 以前我专买一手楼 因为一手楼以前有水位给你的 但是家自从用了经纪卖楼之后 就没有水位了 我知道其实他有水位 但水位给了经纪 那经纪会不会回避客人呢 你不问经纪未必告诉你 就算告诉你也未必说得真 可能他给五七八个 他告诉你给三个 然后他们又有奖金有奖品 对不对 因为他给两间大行 让他们竞争 哪间大行做多些 他最给奖金你 就是奖品你 所以一手楼方面 你觉得那种情况 就是一般的 没什么水位走 以前一手楼 九七前一手楼 发展商自己买楼 全部 譬如当区卖一万元呎 他开八千元给你 现在你卖一万元呎 开日价一万四五元呎给你 你怎么去 我九七前是购买的 那些一手楼找到的 因为一手楼那时候本又少 利又大 现在你日价这么高 根本没有 你看到没有 即是今天开定 五七八年后的价格 一定升 是 好了 我们也不要说以前旧事 不要提了 我说说现在 现在 政府在财政预算案 就是昨天刚公布了 就是撤蜡 过去来说 就是有辣椒 最主要就是 因为 听说拆了人很多 所以政府方面 就是管理这些需求 就是有辣椒 现在终于全面 撤蜡回归 就是基本部了 接着我看到 很多人都很开心 就说 香港的楼市回来了 楼价又会升 其实你觉得 撤蜡对楼市 是否真的这么好 是会令楼价又升上去呢 撤蜡 我想最开心 就是地产代理的 这个肯定 因为 成交液活了一点 是 就算不撤蜡 就算不撤蜡 因为楼价跌跌下 都会有班人出来执 都会有小洋村 是 不撤蜡 就好像 政府 都想楼价高 是 但是这样的环境 高不起 股票又低 是吧 又低迷 外面 你看看多少家银行街 那些 譬如你走一下 黄历冲道 只是黄历冲道这么短 都十九二十间鸡铺 哦 只是黄历冲道 你走一下 你走去数一下 是 你看到经济的 不过陈兴 现在政府除了撤蜡之外 还有其他的招数一起出 例如昨天 就将按揭乘数加大了 接着他连压力测试 都不用你测试了 总之你是买楼可以了 那我不测试 越容易买 那些人越没兴趣买 是的 你说的现象 其实股票市场也是 越跌 那些人越不敢买 越升 那些人越红心壮志 越追 你说现在政府方面 除了撤蜡之外 放宽按揭乘数 那些 其实对推高的楼市 不要说了 推高楼价没什么用 但是对交投应该有好处 会多些 会活些 我相信短期 短期 但是 我当你升一升 然后很多盘又放出来 因为一两年买了 原本不能卖 很多人 早前见你这样变化 我心都怯一怯 然后就看一看 好像不太对路 然后又会把楼价押回去 然后一手楼 又存了很多货未出 是 你的意思是 其实辣椒的时候 令到有多买了之后 做了蟹 就不能出 因为一出又输多些 要绑住三年 可不可以绑两年 加价值全都放了 全都松散 你现在随时去年买 或者最近买了 可以拿出来买的 所以变成会多了很多货 又帮你的价格 又押回去 就是说政府一方面 增加市场那些 买家 准买家 利用各种方法 令到原本做不到买家 就可以成为买家 放宽了 另一方面 你的意思就是 市场多了另外一批的买家 于是乎 互相抵消之下 可能最近活了些 好啊 你好些 接着很多人会乘机出货 就是想要少些 原本想要少些 要亏100 喂 加价80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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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也想说一件事 补充小知 昨天财爺和我们说 公屋方面 他就说未来几年 应该可以有足够 30万个公屋单位 给一些人去 即是轮后的人去住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 公屋应该的需求 便可以平衡了 好了 施楼方面 财爺也这么说 他说未来四五年 将会潜在的供应 有十一万家 十万九千家 你觉得 这个供应量市场 能否消化到呢 楼价一整就很难消化 如果好市的时候 好像九七千人 你买 条件也好 我想 市旺就好而消化 你一立 你一想买房子 目标就想升值赚钱 你以为住就没得住吗 但是呢 政府说 现在有很多 什么专财 抢专财来香港 这班专财 全部都是潜在买家 我想专财 现在上边下来上边 每个环境都很普通 我听到 上面的钱 都不是那么容易 下来香港 我听说一下 都不是那么容易 我想 他们都看定些 早几年 有些说 大陆人抢贵 有真有假 有些是假的 有些做一间超高成交价 其实就不知古古怪怪 跟着又说大陆人买了 那你 你把他推到大陆人那里 真真假假 我不是很信 专财 专财不能高的 需求也不是很大 我就算是 他租房子看定些 是吧 租金都不是真的升了 是外面乱 我不觉得租金升了 很多都是这么上一价左右 真正我不觉得升了 我日日都留意着这个行情 我不觉得 一点都不觉得 是的 好了 你认为 专财方面 可能的需求也不是很大 但是我昨天 看下一些视频 就看到 有些地产代理 就说到 很厉害 说到整个市场 没到 你不敢相信 他说他们那些店铺 生意做到是晚上 通宵都要赶着去签 那些 就是说是买卖单 因为那些人 就是怕 升了 买不设货 你觉得这个 是否真的有这样的现象 你觉得 信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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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成 我不信 九成都不信 经纪 做生意 最重要是你肯买 不是 最近真的 好像今天 我真的收过很多经纪电话 经常跟我说 还有些损盘 最厚的 最厚的 一个两个 你买完就没有了 整件 你快点下去 不是 这些心理战 经纪很厉害 我相信 最近买进去 未成交那些 经纪会打电话给那个 业主 喂 喂 你家楼有人给50万 你赚 你走不走 你一听见 很开心 当然不走 我打算住 是 然后 不走 他心想 喂 买多一间 喂 喂 有一间筊 喂 陈家 经纪做生意 那些心理东西 喂 因为我都是做过经纪 以前 喂 根本就没有客 其实他说没有客 他说五十八十 给50万 80万你赚 是 哦 你不买 喂 不如你买多一间 女生 你还会出去告诉朋友 哇 那间楼上了 有人给几十万 真的有些人很信经纪的 是是是 坦白说 他想去大行 怎么会骗人 是 但是呢 就是有一样东西 美国方面 息口差不多见顶 大家都觉得 今年要减了 有些预期上半年减 但现在联储局 看样子上半年不减 但下半年应该一定减 大家都说 一减息 香港一定减了 这些楼市一减息就升了 那你又 喂 港家息说了十年八年 是 我最记得十年八年前 港家息都加一两年才加 是 现在说减息 就算真的减 喂 香港 就算减一两三次 香港都没得减 因为香港最近都没有更加 是 这几年都没有更加 我想 真的要去香港 真的减息 我相信会好些 那今次的楼市 其实有很多复杂性在 是是是 大家心知 很多复杂性 有些人 你知道 离开 所以 如果你这样说 听你说 解释好科方面的理由 似乎你对前景 都一般 对楼市 都不是这么看好 我相信 跌多一成半成 但是都横行的 不会这么快升上来 因为事实外面的 环境 气候 很多东西都不配合 你看 你说得对 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说的 觉得楼市 历史性高位 真的未来十年八年 见不回 因为 你看到外面的环境 经济和股票 你看到股票 杀了很多人的钱去 是 接着很多人 又买这些 债券 这些 很多人不见钱 这些东西 很多人都输很多钱 那楼价 又见过跌过七成 最近也是跌三成 其实是合理一点 只不过加合理 最近是合理 很坦白说 合理 都不算是很便宜 是 陈兴 跟你谈了一段时间 大家也可以看到 政府设立之后 似乎在社会方面 反应是很参差的 有些是看好 但有一些 好像资深投资者 陈兴白 他仍然是相当保守 未够入市住的 我觉得 是用来住的 都可以想想 但是你要想住的长时间 因为短期内 你不要想着会赚钱 万一有什么 因为你加上使用下去 因为房子有很多洗费 因为短期内 都不会好得到哪里 所以你打算短期内 卖出来 你卖一房子 你卖一房子 你就知道卖一房子的痛苦 卖一房子 卖到你没有尊严 如果你等钱 被人玩 告诉你 给经纪玩 给客人玩 经纪每天打你 这样那样 好了 大家听到了 陈兴白的意见 你们就是 现在 可能有些人很心动 想入市 以为可以博反弹 又可以短炒获利 大家要想清楚 好 这一集华哥很好谈 到此为止 陈兴,多谢你 稍后再找你出来 谈谈谈 拜拜